這個叫拋棄式信箱 平常我們找資料真的要出生入死 有些時候對岸比較容易找到 對岸的資料有些時候比較容易找到 你都沒有 很多網站 是不是都要註冊 註冊現在還不打緊 要求你 對他會寄封認證信給你 然後你就要去那個信箱收信 沒有嗎 有啊 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你不是認真的怎麼辦 我只是來玩一玩的啊 所以如果你老是拿你自己的信箱開玩笑 當然你收到 廣告信的機會會大增 因為他知道你的信箱了 只要拆密碼就好 這應該沒錯吧 對吧 一般的帳號就是你信箱前面那裡 然後就加上密碼而已 所以已經知道帳號密碼就快了 如果你又是屬於那個1234567那一種的 很簡單的那一種類型的就完了 所以我們信箱也可以拋棄 那你可以選擇其實信箱還蠻多種的 我平常比較喜歡用這種十分鐘的 十分鐘之後就怎麼樣 自動繪毀嘛 哈哈哈哈 那有的信箱他可以怎麼樣 就是你指定說他幾天要幾個月 那時間到之後一樣消毀 一樣就消毀 所以比如說我進到這一個 對不起 所以就趕快拿回來啊 既然你會用拋棄自信箱就表示用完就丟它 你真正要正式的你就不用拿它 對不對 那你要拋棄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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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們點到這個 點一下 我今天好像在太空漫步一樣 這個網頁不要關掉 這個帳號就會 對 一直在的 十分鐘 當然每一個看你去的服務 有的可以指定時間 以這個來講就是十分鐘 所以大多數的服務應該是十分鐘 應該就可以收到了 如果你真的不夠的話 你就跟他講 神啊再給我多十分鐘 因為他動作太慢 我還沒收到 所以他只要一產生 我們這個頁面就不要關掉 對 就是不要關 你的收發信就是在上面 跟你用網頁信箱一樣 有沒有密碼 沒有啦 沒有密碼 關掉之後 這個信箱就隨之隨風飄逝 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如果你不希望說 我就是拿我自己的真實資料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要做認證信 那你就不想要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你只是想去那邊逛一逛啊 對不對 但是呢 又不想透露你的真實身份的時候 用這個 可以幫助我們找資料的時候 可以方便一點點 對不對 你看對岸的 習主題 來台灣的時候又有化名嘛 哈哈哈哈 對吧 一樣的意思啦 OK 給你玩玩看喔 你可以找看 我們來自拍攝 可以 了嗎